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提示 是如何加多力給你的正手和反手 第一件事想讓大家提醒 就是當你碰球時有一個Low to High的動作 這是給你一個上船的 有船是很重的,Low to High的動作是給你一個上,即是向前轉 令你的動作很快地跌下來 但如果你從下面擦上來,動作會先升上去 很快地跌下來,剛好過了網 令你之後的動作很快地距下來 你會用多些機會跌下來 簡單來說,球是比較弱的,很聚的 所以我們會有Low to High 很多朋友都認識我,都會知道我做了船 有一個提示給大家,可以加上去 Physics 物理有一個叫Potential Kinetic Energy 它是等於M乘G乘H M 即是你拍攝的重量,這個事實需要分享 G 即是等於地深吸力 H 即是你幾高,那個東西跌下來 即是說,如果你可以習慣了Low to High之後 你再加一個高,低,然後上 那你就會令到你的上船更加厲害了 不過你一定要下了船才扯上去 下了船才扯上去 這會令到你可以take a advantage 再加上高度跌下來,加上地深吸力那一刻 再加上你的船的重量 所以我們就發明了SMR Shadow Motion Racket的不同的六個重量 等於遲些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影片就跟大家分享 你的Low to High上船是可以再加強的 如果你再加了一個Up,Down,Up上去 記住大家先做多一點Shadow Shadow Movement 當你了解了過程 當你加速加進去 你就可以更容易適應 然後再adapt 到你那一刻正修和反修 多謝大家的收看 請和你身邊的朋友分享 令到大家都可以提升技術 我們可以再分享多一點有效的教學給大家 就是在Excription那裡 我們有一個Online course給大家 歡迎大家收看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多謝QC 遊戲 EVEN MG